警方的劍職電影響部會 今天會由國家安全處理 為護局人士交代一宗拘捕8個人 參與美典推進集結及煽動 控制國家罪名的案件出來 Helry B.Sign 好 我今天在這裡 就要跟大家報告一宗 就是我們在今早早開始的拘捕行動 而拘捕行動是和一個11月19日 在香港中文大學裏面 發生的一些一連串的刑事案件 為了方便大家好一點的掌握 我將整天的案件和大家交代一次 在11月19日凌晨至6時的時候 就在中大的校園裏面 包括了聯合書院 崇基書院 新亞書院 和善行書院裏面的30處地方裏面 發現到有一些圖鴉 內容主要是用一些漆油 是畫上一些關於港獨的字眼 直到12時20分的時候 當時學校已經宣布了畢業禮 將會在網上舉行的 但當日也有90名人士 在校內進行一個所謂的遊行 參與的人除了是有穿著一些畢業袍的人士之外 也都是有一些黑衣人在當中的 流行路線就是由火車站開始 接著就去到二號橋 再去到八萬大道 直到最後的時候 在縱門裏面是解散了的 時間大約是一時一小時30分鐘左右 在這個遊行當中裏面 裏面有人揮讀一些港獨的旗次 亦都叫喊一些關於港獨的口號 兩宗案件校方亦都有報警的 我們國安處亦都在即日的時候 是接查了一個案件的 亦都在翌日我們進行了在校內有一個搜證 相信大家都會曾經已經見到的了 今天的拘捕行動 我們一共是有八名男子的 年齡是16歲至34歲的 職業是有學生、社工 和兩名的區議會的人士的 他們所拘捕的罪行 就是一個未經批准的集結 其中有三名人士 亦都是以這個煽動國家分裂罪被拘捕的 我這個報告是這麽多 我們的拘捕行動亦都是會繼續的 是 麻煩你 好 現在會出發問後的文章 麻煩每位記者有需要說問題的事先舉授 搞同事給你們才會發問 每一次發揮的時間 不可以多過三條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跟你們有事 在那裡 你好 香港電台 我想問有關許智峯先生離開香港的事 因為他有幾個說法 就是曾經說他的銀行 他和他的銀行會被人凍結 之後又說解封過 剛剛又再凍結 想知道凍結的動作是否警方要求的 還是整個時序是怎樣發生的呢 還有是否根據國安部局局的指示 就是要國安法的執行 執行去凍結 許智峯和他家人的匯號呢 那究竟現在那個凍結的詳情 和警方處理這個案件的詳情是怎樣的呢 麻煩你 是 或者其實昨天我們警方已經出了一個聲明 其實都解釋得挺清楚的 當於剛才你提及那位許晟先生 我們是凍結了他和他相關人士 一共是85萬港元的 85萬港元 這一筆的款項是甚麼情況呢 就是他較早前的時候 他是透過一個眾籌 而得到的 其中一部份的錢 我們發現到他有這個85萬的錢 涉嫌自己是挪用了 而且是透過自己戶口 和其他人的戶口去處理他的 至於譬如說他有很多訊息 就出來了 我們又見到又說共結 又說放又說共結 那我不能夠評論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要求銀行幫我們 去處理這85萬的 懷疑是被挪用的錢 他家人會虧案 或者是一個人的前途 或者是一個人犯案 就會牽連他家人 第一個我猜要說得很清楚 和他的前途是毫無關係的 一個逃犯我們是不會共結他的錢 那些這樣的東西 而只是他那批的管項 可能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會涉及一些洗黑錢的罪案 又或者他是一些犯罪的得益 在這個情況之下 正如剛才我這樣的說法 是和他在眾籌而涉嫌 這個管項是被挪用 擺在自己的戶口 或者是其他人的戶口裏面 而引視我們做共結這個的工作 絕對和他因為被告人士 前途是無關的 如果大家都會見到 我們會有八位人士 被我們拘捕了 是未經批准的集結的 而當中有三名 是被抓了在這個叫做 煽動國家分裂的 因為我們全部都是用一個 證據為基礎去促出拘捕的 那三位人士 我們是在搜集證據的時候 是看到他們是有揮動這個 這個廣告的旗幟 和呼喊這些口號 我們才去促出拘捕的 這三位的人士 我可以給一個 三位都是學生來的 但是這三位學生 都是跟這個中文大學 是沒有關係的 有些新聞 想問一下許智峯那裏 想解釋一下 可否家人 許智峯家人戶口被凍結 可否說那個犯罪的連結 是認為有一些涉及犯罪資金流入 還是怎樣 還有潤峯曾經說過 可能是使用一些洗黑錢 或者是國安法的罪行 而凍結了許智峯的戶口 可否說在國安法那裏 警方的指控是甚麼 還有其實有一道說 許智峯有說過 或者銀行戶口是沒有解凍的 還有他家人會否被解凍 可否解釋一下 警方這方面的指示有出錯 還是怎樣 因為今天都有銀行說 其實有消息就是 正式收到警方的通知 而弄結過戶口 可否確認一下 今天才有正式的書面通知 和第二 都想說 好 首先我想再講一講 要講清楚的 因為絕對不是因為 因為這位人士準備前途等等的東西 我們是會凍結他的錢 而更加不是因為原因 要凍結他家人的錢 而我們發覺他有很大的謠儀 是挪用了一筆的錢 是85萬 而透過他自己的戶口 透過其他人的戶口 去處理這個得益 就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動作 要暫時將他的錢凍結出來 當然我們的調查會會繼續 最簡單的話 其實如果他今時今日在香港的話 他可能跟我們解釋 我們可能會很清楚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將要繼續調查 究竟他是在甚麼情況之下 去挪用這一筆的管項 這個是最重要的 至於另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我們說他是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的罪行 這個跟我們較早前 我提及那個將他凍結的銀行戶口 他所其他人事 是毫無關係的 是另外一個的罪行來的 或者我們可以看得翻 就是自從這位先生離開了香港之後 他的言行 或者他在面書裡面 或者在社交媒體裡面 他所說的東西 其實已經是足夠了 是乾淨了這個勾結 外國勢力引致國家安全作業 例如我覺得可以實際一點的 例如他說要去聯繫其他一些地方 請求其他一些外國地方 去繼續做某些的動作 又或者他將會說要跟其他的人 一起去擴展這個國際線 國際線在他們的語言之中 就是代表了對於我們一種的制裁等等的東西 這件事都是我們覺得 是有一個表面的證據 看得到 他已經是乾犯了第29條的這個罪行 是 麻煩你 不好意思 傳播了 有一個人的問題是否認識 你剛才所說 是說那筆錢 就是流到其他人的戶口上 是不是只是李子豐的家人 可不可以講得清楚一點點 或者是這樣說 我們暫時不要先說是哪一個人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動議那些戶口 主要就是因為那個流向 金錢的流向有那個戶口 我們是需要這樣去處理的 跟它是否是家人沒有關係 RTHK English News So first question about the arrest of this morning Could you explain why the three arrested persons were arrested over the suspicion of inciting secession so what are the absence so far and secondly about Mr.Hurse Titoris case which explain why when the release order the bank to deal with the $815,000 because he said his accounts were frozen and then activated and then frozen again so why was it didn't like actions taken towards his bank accounts and his response 李子豐先生 had to deal with you said that he was also suspected of involving in violating the national spirit law so what does this have to deal with that with you So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about the the reason for the arrest of the eight person I think all you have read that there was a series of criminal cases operated in the campus of the Chinese in the 19th of november the first one is in the early morning there were some some criminal damage cases around inside the campus in the 30th location mainly is after some HongKong independence wordings painted on the some premises inside and in an afternoon around the 12 o'clock there was a prosection without notifying the police there was a prosection inside that's involved a 90 presence some of them is in the in the graduation ground and the one is all in the back block and throughout the throughout the one hour'sprosection inside the campus some of them is shouting the slogan is a Po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nd also have some prats is disclaim and the banners is also involved the kong kong independence that's all the reasons we make the arrest today and you can be aware that not all the people we are arrested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because we is an effort and basis we only arrest them who is shouting the slogan disclaim the threat which involves som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what did the police ask the bank to do with the funds of mr ho that you said was related with money laundering thank you the reason for us to ask the bank to to frozen the accounts involve the this incident is mainly because we have account funding for raising some money in the earlier time but upon our investigation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bout 850,000 HK dollars being potted by by him and through the sum of the account owned by him and his relative that means you proceed some of the composite for this reason we resist the system of the bank to frozen some of the account for our rights but we only focus on the money just we mentioned which is the 850,000 dollars only not the 3 million all the things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come across a few few days but we only focus on the amount we just mentioned I was asking when did the police make this order because he said his accounts were frozen and then activated and then frozen again so what's the timeline thank you because that's involved the proto cob with the bank so I'm afraid that I cannot discuse further on this aspect you know 請問一下 許志峰 許志峰 那方面 就是 其實警方 在洗黑錢 就是你所說 涉及了85萬 那個調查 是何時開始 以及 為什麼 他這麼巧 許志峰 離開了香港 之后 你就凍結了 他的戶口 和他家人的戶口 那第二件事 剛才都說 行家問回 就是說 其實那些樓向 是向他家人 涉及的戶口 為什麼是家人 和父母 可不可以 說清楚一點點 為什麼銀行 又突然之間解封 之後又凍結 然後又解封 其實現在警方 那個指示是怎樣 那個調查是怎樣 另外 就問回中大方面 就是想問回那三個 那三個 好 其實是這樣的情況 我剛才都說過的 因為它最主要來講 因為它涉及到我們法國 它應該是挪用了其中一個眾籌的錢裡面 而這些錢是經過一些幾個戶口的流向 而我們是引起我們的懷疑的 記者朋友問 為什麼是這麼突然之間 你又會這麼巧 它是會進行了 你又會這個時間 會凍結了它 那實不相媛 如果它 如果不是有一個前途的風險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去調查的 但是如果它有前途的話 如果我們身為一個盡責的執法者 我們應該 是盡快保存了這些情況出來 給我們入後檢訪之用的 所以這件事我可以講清楚給大家聽 你問一下 剛才的戶口都沒有回答 其實是否涉及家人還是怎樣 為什麼家人的戶口會被凍結 現在又解封了 那整個情況是怎樣 好 兩個問題來的 家人 其實我們不是針對家人 我都講過不止一次了 其實最重要就是因為 它那些錢的流向是經過這些戶口去處理 這個是屬於一個可疑的戶口 我們警方就需要凍結了這些錢 要來作進一步的調查 跟其他家人完全沒有關係的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 你的名字呢 為什麼突然之間要解封了 其實警方的行動是 我們的行動是很簡單的 我們是針對那85萬的涉嫌 這個犯罪的得益的錢去處理的 至於有為什麼又說300萬啊 為什麼突然之間又說解凍啊 封了呢 我是完全是沒有資料的 我相信問一些法國醫治資料的人士 會比較好一些 另外在中大方面呢 想問一下 你說有三名人士 就是事務官方反了煽動的罪行 其實是否那個證據 是由中大、校方看到 那些CCTV明確看到 他們真的有揮動廣告的歧視 或者是廣告號啊 還有想問一下 就是今天呢 其實應該都有搜過屋的 就是市區資料 可不可以說一下搜屋的 有沒有搜好些什麼 或者是那個情況是怎樣的 嗯 那樣的 那個證據呢 其實我們都不單止說是由哪裏提供 其實那天呢 大家都可能有看過那些Live Feed的 或者有見過很多網上的 網上那邊的那些畫圖 那些的影像呢 這些也都是我們其中一個 的守證的一個目標來的 至於我們在整個的守證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是有法庭的守令的 就是說如果收到法庭的守令的人士 或者是機構的話呢 它是必須要向我們提出這個幫助的 那這個是第一個 至於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搜屋的情況 就是這個其實是 我們也都是找到一些的 一些的 譬如說是一些攻擊性武器啊 或者其他的東西的 那就和這個案情呢 是暫時見不到直接的關係的 但是這個呢 搜屋呢 是我們一般呢 我們是做一個調查裡面呢 是一個過程和一個必須的步驟 是否覺得究竟是哪一位被守屋啊 還有其實那些人是區議員啊 那其實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那些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還有有落案呢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就是 就是剛才我都說過啦 是守屋呢 我們是一個程序來的 是每一位人士 每一百位的被捕人士 全部都是有守屋的 而其中一位的人士呢 我們是找到一些攻擊性武器的 那至於是否落案呢 其他的東西呢 我們還要調查啦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拿律政司的指示才行 我們今天就要把護理人士的指示 我們今天就要把護理人士的指示 拜拜 拜拜